紀元到的時候 自然水到渠成 這個海廢基地其實我在 我辦第二產第三產淨灘的時候 已經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我們能撿 還能撿多久 如果說你源頭教育你不去做 光我們在埋頭骨幹在海邊撿垃圾 那到最後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我一直在找一個地方 讓我透過這些海隊 去進行一個環軍教育的動作 像去年的話 就有四種日本人友來這邊來參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動手愛台灣的陳信柱 我現在人的位置是在海洋大學裡頭的海廢基地 很感謝海洋大學在2019年4月份的時候 提供我們這麼樣一個很棒的一個場地 讓我們可以展示我們這五年當中所顯示到的一些垃圾 透過這樣展示以後 透過這樣展示以後 讓來參觀的這些朋友 小智、幼稚園、大智、社會人士 讓他們去瞭解到 我們海洋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再透過我們左手邊這一邊 這邊的一些很多的設備 透過我們的很優良很高級的設備以後 讓我們的來參觀者能在這一邊 上一個非常簡易的環境教育 這個就是我們成立這個海廢基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另外一個訴求就是 我們的廢物再利用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持的這隻螃蟹 我們另外訴求就是一個廢物再利用 這些東西的話都是我在海灘上撿到的 我先必須要講一下這個容器 這個容器的話 原本它是在海灘上撿到一些漂流的 魚往上的一些繩子 那我們今天把它取下來之後 再把它處理一下 然後把它盤成一個容器 拿它來裝海一次性的塑膠垃圾製品 它的意義又更不一樣 再來的話海灘上這種龍馬娃娃 在海灘上發現的非常多 它雖然很可愛 但是它還是出現在不該出現的海灘的時候 它就是垃圾 今天我還撿到一個汽車的方向盤 汗兜乳 汽車的汗兜乳 在海灘上發現很多的都是球類 而且這顆是貨增駕駛的保齡球 貨增駕駛的保齡球 還有這顆就是很厲害的 這是有一次我在那個 我們陰陽海那邊準備要淨灘 我們去敞坎的時候發現的一顆磊球 釣魚用具 很厲害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 這個是麻將 現在目前最頭痛的就是這個塑膠 塑膠碎片 這個呢 海灘上很多這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什麼 SKII 它是全新的都沒有開過的 這種女性的化妝品保養品 在海灘上也是很常見的海邊 植魚性 再來就是很多很多的國際 國際垃圾 像這一隻的話 這一隻的話 它是伊朗的 伊朗的番茄醬 這邊的話就是韓國的垃圾 其實在海灘上 據我這麼多年的調查發現 海灘上最多垃圾就是我們台灣 台灣本土的垃圾 再來就是中國大陸 韓國垃圾 它也讚 還注意看 它是從日本千葉仙來的地界 當我們參觀完那個 海灘的展覽之後 到時候 所有參觀者會坐到這個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然後我會開始 透過電視的螢幕去分享 我們這五年當中 淨灘當中 所看到 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讓告訴大家 其實環保可以從自己個人的生活當中 一點點慢慢的開始做起 那我們今天這個教室 它座位總共有七十個人 七十個座位 其實它可以容納到一百人 只要你有事先跟我們約定 都可以歡迎來參觀我們的海灘基地 我們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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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的地方 我們來參觀 我們來參觀 各個地方 我們來參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